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乌克兰在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方面的努力 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 乌克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支持 这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 包括无端的侵略行为和乌克兰历史上从未侵略他国的背景 乌克兰的多层次冲突使其在主权和独立 法治和人权 和威胁和环境问题 民主对抗专制等多个方面获得支持 为了巩固这些支持 乌克兰举办了多次全球峰会 并积极与世界各国交往 特别是在需要金融和军事援助的关键时刻 乌克兰还展开了多方面的外交行动 包括粮食援助计划以及对俄罗斯战争罪行的追究 面对俄罗斯的宣传战 乌克兰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根据不同国家的利益和关注点进行定制化的沟通 乌克兰在非洲和亚洲的外交努力也得到强化 并通过粮食出口建立了全球影响力 除此之外 乌克兰还呼吁建立国际特别法庭来审判战争罪行 以捍卫普世正义和人权 然而 乌克兰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包括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各国的关系 特别是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影响下 乌克兰明白 全球团结不是可以抢球的 而是需要通过灵感来激发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在这期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 题为《乌克兰争取人心的斗争》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全面侵略时 如何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国际努力争取全球支持 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个复杂而紧迫的话题 文章首先指出 尽管战争通常会导致人们的分裂 但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乌克兰却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同情 这种同情主要基于几个因素 首先 是为被挑衅的侵略行为 使得道德立场变得显而易见 其次 乌克兰历史上从未侵略或占领过其他国家 这也为其赢得了道德高地 此外 冲突的多层次性质也在多个方面赢得了支持 主权与独立 法治与人权和与环境威胁 民主与专制的对抗 以及最重要的 一个弱小国家对抗超级大国的现实 乌克兰的外交政策传统上主要集中在欧洲和跨大西洋的整合 但现在这个国家的未来依赖于金融和军事援助 因此乌克兰必须首次积极地与世界其他国家互动 6月 超过90个国家在瑞士参加了乌克兰总统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发起的和平高级别峰会 这是基辅组织的一系列全球会议的最新一场 旨在争取国际支持 乌克兰在这些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对俄罗斯的制裁 提供弹药 联合国投票 乌克兰粮食计划以及支持追究俄罗斯战争罪行的责任等 文章提到的一个重要组织是公共利益新闻实验室 该组织已经邀请了来自20多个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资深编辑 知识分子和著名媒体人访问乌克兰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 这些反馈有助于乌克兰不断调整其争取国际支持的策略 然而 文章也指出 克里姆林宫自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以来 以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反乌克兰的宣传 特别是针对西方观众 2022年入侵之后 俄罗斯的策略变成了分而置之 俄罗斯关闭了欧盟和美国的一些媒体办公室 但在全球南方国家如南非 肯尼亚和巴西 开设了更多的分支机构 试图将战争描绘成与西方的斗争 从而挑战普世价值和法治的理念 面对这种情况 乌克兰明白没有一种信息或一种方法 可以在全世界有效传播 2022年 泽连斯基提出了他的和平公式 一个包括和安全 粮食安全 战俘释放 和被驱逐儿童回归的时点计划 旨在鼓励各国支持他们认为最适用的乌克兰倡议 在今年6月的瑞士峰会上 议程集中在最不具争议性的倡议上 核能核和设施 全球粮食安全 战俘释放 和被驱逐的乌克兰儿童回归 所有这些都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律 尽管中国卫派代表 一些国家如巴西 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 也未签署最终公报 但大多数参会国都表示支持 乌克兰的武器储备情况也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欧盟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自己制造武器 美国国会最近的辩论显示 乌克兰不能过分依赖美国的供应 文章还提到 乌克兰目前主要依赖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武器 这些武器在阿根廷 泰国 巴西和一些非洲国家都有库存 由于金砖国家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乌克兰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他们不帮助俄罗斯 文章还详细介绍了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以及朝鲜向俄罗斯提供的武器 例如袭击哈尔科夫的北朝鲜产火箭 乌克兰希望韩国先进的防御部门能提供技术支持 即使不直接供应武器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还可能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决策树立先例 乌克兰认识到中国可能从俄乌僵局中受益 获得廉价的俄国天然气 削弱了俄国和西方的军火库 吸引了美国在太平洋力量斗争中的注意力 在一次采访中 泽连斯基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普京会在避免和升级问题上 倾听的少数领导人之一 乌克兰在非洲也进行了一系列外交努力 自2023年以来 在非洲开设了七个新大使馆 尽管俄罗斯拥有庞大的苏联遗留的外交网络 然而乌克兰通过粮食出口达到了许多国家 世界经济论坛估计 2022年前 乌克兰提供了世界10%的谷物 15%的玉米和13%的大麦 黑海粮食倡议 在2022年7月 由联合国和土耳其斡旋 允许一定数量的货船 通过俄国封锁的港口运送农业产品 然而 这一协议在2023年夏季被莫斯科单方面打破 乌克兰的农业基础设施和港口不断受到俄国炮火的袭击 乌克兰的信息是 解放黑海和乌克兰南部是恢复便宜商品的唯一途径 乌克兰还在国际上追求普世正义和人权 第一夫人奥莱娜·泽连斯卡在一次活动中指出 当国际体系不起作用时 我们必须不仅仅谈论自己 还要谈论世界其他地方的战争罪行 人道危机和悲剧 乌克兰的检察官办公室已经记录了超过13万个俄罗斯所犯的战争罪行 并寻求全球支持建立一个特别国际法庭 以追究俄罗斯高级领导人的责任 与全球各地的媒体和人权组织的合作 使乌克兰能够将其境内的战争罪行传达给国际社会 例如通过普遍管辖权原则 在阿根廷提起的诉讼 尽管有实用主义者认为在全球推广人权问题过于天真 但与伊朗、尼加拉瓜或叙利亚的受压迫者交谈时 这种感觉恰恰相反 乌克兰还在与非民主国家保持贸易关系 如与阿尔及利亚的强劲贸易关系 此外 像柬埔寨这样的国家 也在提供人道主义排雷方面的培训 最后 尽管乌克兰的外交努力未必全面压倒俄罗斯 但在粮食安全、人权和普世正义方面的努力 显示出乌克兰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乌克兰希望通过国际合作 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有利的全球反应机制 防止侵略者享有完全的免疫权 感谢大家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全面入侵后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 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首先 俄罗斯的不加挑衅的攻击 使道德立场变得显而易见 从历史上看 乌克兰从未侵略或占领过任何国家 这场冲突涉及多层次的问题 包括主权和独立 法治和人权 和威胁和环境威胁 民主与专制的对抗 以及最终这是一个弱小国家 对抗超级大国的故事 乌克兰的外交政策的传统上 集中于欧洲和跨大西洋一体化 但随着其未来依赖于财政和军事援助 乌克兰不得不首次积极 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 2022年6月 超过90个国家 应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的邀请 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两天会谈 这是基辅为争取支持 而组织的一系列全球会议之一 在这些会议上 乌克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包括对俄罗斯的制裁 提供弹药 联合国的投票 乌克兰粮食计划 以及要求俄罗斯 对战争罪行负责的支持 过去一年多来 公共利益新闻实验室 邀请来自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资深编辑 知识分子和著名媒体人士 访问乌克兰 他们访问了村庄和粮食码头 与士兵和战争罪行幸存者交谈 并与泽连斯基会面 这些工作让乌克兰 获得了来自多国思想领袖的反馈 帮助制定了 争取全球支持的国家战略 然而 俄罗斯自2022年入侵以来 重新聚焦于分裂和征服策略 并在全球南方 开设更多新闻办事处 向这些国家的受众 宣传其对抗西方的战争 挑战普世价值和法治的理念 为应对这种宣传 乌克兰理解到 没有一种信息或一种方法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 2022年 泽连斯基推出了一项和平攻势 及一个十点计划 旨在鼓励各国支持 最适合他们的乌克兰倡议 包括和安全 粮食安全 以及囚犯和被驱逐者的返还 这些措施 旨在为那些 希望避免直接军事支持 或人道主义计划的国家 提供较少争议的选项 在2023年6月的瑞士峰会上 议程集中于最不惧争议的倡议 即核能和核设施 全球粮食安全 战俘的释放 以及被驱逐到 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的返还 虽然中国没有派代表参加 一些国家 如巴西 墨西哥和印尼 没有签署最后的公报 但大多数参加会议的90个国家表示支持 乌克兰的武器库状况 也令其加强对外联络 欧盟没有足够的制造武器能力 美国国会的辩论也显示 乌克兰不能过分依赖美国的供应 乌克兰主要依靠后 苏联时期的武器 这些武器来自曾经从苏联 俄罗斯或乌克兰购买或接收的国家 由于金砖国家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和南非 不会向乌克兰提供任何武器 乌克兰的主要目标 是确保这些国家不帮助俄罗斯 此外 乌克兰还向韩国和日本 寻求更先进的弹药 乌克兰对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的诉求 也是其在国际上推动的另一重要途径 据乌克兰检查总常办公室称 俄罗斯已经犯下 超过13万起战争罪行 乌克兰正寻求全球支持 创建一个特赦的国际侵略罪特别法庭 来审判高级俄罗斯领导人 战争罪 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目前正在由乌克兰执法部门 和国际刑事法院调查 乌克兰也在非洲扩展外交影响 自2023年以来 开设了7个新大使馆 并保持了与北非的强大贸易关系 虽然乌克兰无法在外交上 与俄罗斯竞争 但其已经通过粮食出口 影响了全球 世界经济论坛估计 2022年之前 乌克兰提供了世界10%的粮食 并且生产了世界15%的玉米 和13%的大麦 乌克兰的领导层认识到 粮食安全可以成为他们 不仅要求支持 还可以提供支持的一个方面 总体而言 乌克兰正在调整其国际战略 努力赢得全球的支持 并努力应对俄罗斯的宣传和军事挑战 同时乌克兰也在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 推动和安全 粮食安全和人权等领域的议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们都知道 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战争 不是单纯的地域冲突 而是独立于主权 人权于法治 民主与独裁的对决 乌克兰从未侵略过其他国家 反而一直是被侵略者 如今它对抗俄罗斯这个超级强国 这让人们不得不支持这个弱者 这样的国际支援 就像全世界在二战时期 对抗纳粹的联合力量一样 有正义的道德基础 楚天书 你这是要给乌克兰颁发全世界最悲情奖吗 你说的没错 这是一场弱者对抗强者的战争 但世界上有多少弱者正在遭受苦难 却没有人理会 难道那些国家就不值得同情吗 当前的国际政治本来就充满复杂性和利益考量 我们不能只用道德高地来评判一切 谢琪琪 你这话说得好像国际社会 就应该对所有问题一视同仁 但现实是 乌克兰的局势对全球有重大影响 乌克兰是世界重要的粮食供应国 俄罗斯封锁黑海港口不仅让乌克兰受苦 也让很多依赖乌克兰粮食的国家遭殃 当年亚历山大大地征服世界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吗 楚天书 你这么说 难道其他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就该自动站到乌克兰那边 这跟亚历山大大地有什么关系 亚历山大是靠武力征服 而不是靠煽动国际同情 再说了 美国和欧盟给了乌克兰这么多军事和经济援助 结果呢 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把战争推向了更长久 更残酷的局面 谢琪琪 你这是典型的冷酷现实主义啊 当年丘吉尔说过 只要纳粹德国被打败 他愿意与任何恶魔合作 乌克兰现在的情况就像当年的英国 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才能对抗强大的敌人 再说 乌克兰在国际间努力推动和平计划 像是粮食计划和和平公式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努力 难道不值得鼓励吗 楚天书 你这是在玩历史比喻游戏吗 乌克兰不是英国 而俄罗斯也不是纳粹德国 现实是 很多国家对这场战争根本没兴趣 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计和发展 而且 乌克兰的和平公式 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你知道吗 在国际关系中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